俄国史第十七章 赫鲁晓夫时代 菲斯大林化 共存与对抗 国内政治及赫鲁晓夫的政策 贝利亚死后 赫鲁晓夫逐步加强了自己的权力 虽然在许多方面 他最终被证实是一个改革家 但他还是接受了 从斯大林那里继承下来的 基本的经济架构 并且想要力求忠实于列宁的意愿 随着苏联人民的恐怖感逐步减轻 他们变得更大胆了 更愿意声张他们的冤情了 但是如果个人或团体太大胆 以至于敢于批评政府的行为或无为 他们往往会被捕或受到惩罚 第一个小问题 赫鲁晓夫与马林科夫 既然贝利亚已经被铲除 主要政治斗争就发生在马林科夫与赫鲁晓夫之间了 争论的主要的焦点是在经济领域 马林科夫想要加强农业生产 主要通过刺激农民的积极性 来进一步的实行机械化和肥田措施 并提议采取把一些重工业企业 转为轻工业企业的办法来加强消费品生产 与之相反 赫鲁晓夫特别强调他的开垦厨女地的政策 计划以在哈萨克斯坦北部和西伯利亚南部地区 开垦的数百万英亩的新地来提高农业生产 新土地不仅能够生产更多的粮食 而且还有助于促进家养牲畜兽皮和棉花的生产 从而推动采用皮革和棉花做原料的消费品生产 在政治斗争方面 赫鲁晓夫具备几大优势 第一 他更具有决断力 在领导党的组织方面比马林科夫更有经验 后者的力量主要在于其官僚主义才干 莫洛托夫称他为是一个良好的电话经理 第二 作为党的第一书记 赫鲁晓夫能够在党内增强其支持者的势力 而党和共青团工作 很快就在实现其开垦处女地方案方面 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第三 1953年的气候和粮食的收成并不是特别好 人们开始认真地考虑开垦处女地计划的实施问题 与之相反 在1954年新开垦的少部分处女地一带的气候和收成还很不错 这就为计划的实施和扩展赢得了声望 最后 赫鲁晓夫善于调动党和军界高层领导人的焦虑的心情 他们担心马林科夫会把大量国家的投资从重工业上转移走 1955年的2月 赫鲁晓夫赢得了这场斗争 马林科夫辞去了总理的职务 尽管仍然保留在党的主席团的职务 国防部的部长尼古拉布尔加宁继任总理 与马林科夫相反 只会随身附和和没有主见的布尔加宁从来不在政治的聚光灯下 与赫鲁晓夫竞争 第二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非斯大林话 1956年的2月 第二十次党代会在莫斯科召开 这是自1952年以来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 根据赫鲁晓夫后来的回忆 他说服党的主席团相信新发现的斯大林对于权力的滥用 并将向大会代表宣读报告 主席团选举他为第一书记 以完成这一任务 他主张斯大林对权力的滥用以及他的众多牺牲者的无辜 再也不能隐瞒下去了 党的领导最好是直接把他说出来 以免以后被谴责隐瞒如此重要的信息 且不论赫鲁晓夫的回忆录在多大程度上准确 以及有多少为自己粉饰的成分 但有选择的揭露斯大林的所作所为 也有着附带的意义 只有打破斯大林的压迫才能把党和国家从过去的恐怖当中解放出来 让团体和个人在解决全国问题时进行更加积极的 创造性的工作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 赫鲁晓夫有那么多自己的想法 那么多精力从而才能持久的 与斯大林主义的影响进行长期的斗争 除此之外 他相信指责斯大林主义者只会滥用权力 可以击中一大批人的要害 如摩洛托夫 马林科夫 弗洛西洛夫和卡钢诺维奇 以上所有这些人都和斯大林十分亲近 因此非斯大林化变成了他 在与他们的这场权力的角逐当中 可以随时使用的工具 最后 虽然稍嫌过时 但在时机成熟之后 赫鲁晓夫还是要在反对斯大林罪行的同时 揭露了他们的罪行 在他长达四个小时的秘密的报告当中 赫鲁晓夫向闭门会议代表做了陈述 暗示斯大林对于1934年 基洛夫被暗杀负有责任 批判他监督并且实施了后来对人民大众的镇压 拷打及其他违反社会主义法治的行为 他把斯大林的方法与列宁在处理 与人民关系问题上的智慧进行对比 并大声朗读了列宁临终时对斯大林的批评 赫鲁晓夫进而谴责斯大林在1941年 苏联国防问题上的不适当的处置 以及其他的一些战争当中导致无数苏联军人死亡的失误 对于斯大林战后工作的失误 赫鲁晓夫提出斯大林与南斯拉夫断交及其新的镇压措施 包括反对所谓医生阴谋加事件 以及他的想要消灭老的政治局成员的计划 如果斯大林不死 赫鲁晓夫向代表陈述着他自己的观点 那么莫洛托夫和米高阳同志也许根本就不可能在这次大会上向代表们做报告了 赫鲁晓夫把斯大林的大多数的错误归结为他在自己周围制造个人崇拜的结果 个人崇拜在某一个特定的程度上是整整一系列的对于党的原则 党的民主制党的合法性的严重的歪曲的结果 尽管对斯大林做了如此严厉的批判 但赫鲁晓夫也承认斯大林在准备和实施社会主义革命 国内战争以及为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方面起到了作用 不但如此 赫鲁晓夫还指出斯大林在反对他的某些政治反对派的过程当中 在思想上是正确的 他说 因为无论是托洛茨基 纪诺维也夫集团 还是布哈林主义者的政治路线 都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 导致对世界资本主义的投降 最后尽管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制造个人崇拜 但他仍然谈到了斯大林对于人民大众 对于共产主义 对于党的关怀是真诚的 因此赫鲁晓夫的报告 仅仅在某些方面谴责了斯大林 例如报告没有提斯大林从1928年到1933年间 让全国处于恐惧之中的事 和平常一样 赫鲁晓夫的报告反映了他本人真诚相信的事实 与政治环境所决定的取向之间的一种折衷 这一秘密报告使得众多代表处于震惊之中 报告虽然没有在苏联印刷和传播 但这不会成为永久的秘密 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国外 在国内 有关报告的谣言是不禁而走 迅速传播 并在党的闭门会议上被大声的朗读和讨论 党的理论杂志 共产党人的一位编辑在私下谈话当中 说这份报告是一个定时炸弹 它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在西方 这份报告很快就被出版 在波兰和匈牙利 报告导致1956年夏季和秋季发生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在匈牙利 1956年10月的游行示威发展成为全国性的起义 后来很快就被红军镇压 匈牙利起义迫使赫鲁晓夫在非斯大林化的宣传当中 更加小心翼翼的前进 但在1961年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二次党代表的大会上 他和他的支持者们对斯大林发动了又一次的猛烈的进攻 直到这一次 对斯大林的批判才在苏联媒体上得到了全面的报道 此后不久 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当中被迁移出来 一些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 城市及其他的地方纷纷改名 如斯大林格勒改为福尔加格勒 下一个小标题 反党集团和赫鲁晓夫的胜利 随着匈牙利的起义的发生 1956年和195000年年初 其他的一些情况也都加重了主席团对赫鲁晓夫的不满 第一 要求惩罚对于斯大林的罪行犯有罪过的人的呼声是越来越高 随着数百万人从劳改营和流放地回归 这一呼声变得空前的高涨 此外1957年年初赫鲁晓夫制定计划想要建立100多个地区经济委员会 并取消大多数中央的工业部委 这一计划得到了中央委员会的支持 其成员当中有一半以上由各个加盟共和国 省及地区党的书记组成 赫鲁晓夫任命了许多这些人 他们认为这一计划是把集中在莫斯科的权力分割到了他们手中去的一个绝好的机会 1957年的6月 绝大多数的赫鲁晓夫主席团成员想要罢免他的第一书记的职务 谴责他工作当中的许多失误 其中包括在党内制造的不合和过分的专权 但赫鲁晓夫驳斥了他们的决定 坚持只有中央委员会投票才能罢免的 于是他很快采取了果断的行为 借助于军界诸可夫元帅等重要人物的帮助 召开了一次中央委员会的特别全会 并赢得了全会的支持 赫鲁晓夫的胜利意味着那些想要推翻他的人 反党集团的政治影响力的受挫 正如后来咱们人们所说的那样 摩洛托夫 马林科夫 卡钢诺维奇和 萨布洛夫被赶出党的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 但他们所受的折磨远比要是反对斯大林要小得多 莫洛托夫被任命为驻蒙古的大使 马林科夫担任了哈萨克斯坦的水电站的站长 其他三位最初反对赫鲁晓夫的主席团的成员 所受到的冲击比较小 为了取代已经过时的主席团的成员 用更多的自己人来充实主席团 赫鲁晓夫把主席团扩大到了15人 新任主席团的成员当中有朱可夫元帅 列昂尼德 勃列日涅夫 以及自由政治局和主席团以来的第一位正式的女成员 叶亚 福尔财瓦 朱可夫在主席团任职十分短暂 赫鲁晓夫显然担心同时兼任国防部长的朱可夫 会成为未来的威胁 便于1957年的10月免去了他的两个重要的职务 第二年轮到了布尔加宁 三月份赫鲁晓夫继任总理 九月布尔加宁失去了他在主席团的位置 下一个标题 赫鲁晓夫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政策成功于改革 在担任第一书记的最初的岁月里 赫鲁晓夫得益于他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政策的帮助 这一政策表明 他是有着一个足够的精力和思想的能够领导全国的领导人 对于任何后斯大林时代的领导人的挑战 就在于如何有效地处理苏联所面临的无数问题 同时还要获得党和军界精英强大力量的坚决支持 农业是一个长期解决不了的难题 但是到了1958年 赫鲁晓夫的政策 尤其是他的开垦处女帝的政策 显然已经开始实施了 苏联统计数字表明 从1955年到1958年 粮食平均产量大约比1950年到1953年高了40% 1958年的粮食产量尤其好 根据报告 大约比1950年到1953年高了60% 在科学技术领域里 随着重大军事工业的开工 赫鲁晓夫的早期政策同样取得了成功 1957年 苏联进行了洲际导弹的实验 并且发射了第一颗苏联人造地球卫星 这些成就一直持续到了1960年代的初期 尤其值得提出的是游历加加林1961年的成就 也就是第一次实施了载人环绕地球飞行 直到1990年这一飞行中的严重问题才被发现了 在也许是整个20世纪里最让人瞩目的科学技术的领域里 赫鲁晓夫和苏联以实际的行动证明 共产主义不仅可以和资本主义竞争 而且有时还可以取胜 到了1957年 赫鲁晓夫相信苏联经济的发展有足够的实力 在数年之内使苏联的肉类和日用品产量赶上美国的水平 1961年 他在对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讲话当中说 到了1980年 苏联将在工业和农业人均产值方面 把美国远远的抛在身后 到了1960年代的初期 人民可以得到更多的住房和消费品了 从事知识和文化工作的机会也越来越多 1962年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长篇小说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得以出版 因为赫鲁晓夫认为 这部作品有助于他所进行的非斯大林化的宣传工作 绝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 作家和艺术家如今可以比在斯大林时期 更加自由地表达自我 以1958年立法为基础的新的刑法 甚至想要确立 除非个人违反特别法 否则不能随意逮捕个人的原则 下一个标题 赫鲁晓夫的经济 社会和文化政策 失败与镇压 党对媒体的控制和赫鲁晓夫在党内地位的提升 意味着他的政策得到了国内的普遍认可 实实在在的成就 比常常根本不予报道的失败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 虽然1957年年底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被广泛的宣传 但同年重大的技术失误却根本不予报道 在乌兰尔切良宾斯克附近的 凯什蒂姆核实验场的一次爆炸 将数吨的放射性物质抛向空中 这种物质污染了广阔的地区 杀死了不知多少人 导致数千人民离家疏散 和苏联时期多的不计其数的环境污染事件一样 这一事件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以前的苏联媒体中一直未雨报道 赫洛晓夫统治的最后的岁月里 他的特点是经济发展速度下降 这一点很难被封锁 在这位领导人开垦处女帝的战役取得最初的成功 和1958年破纪录的大丰收以后 农业方面的记录尤其令人沮丧 开垦的储女帝在气候方面是要冒风险的 因为这一带比老的耕作区域更经常发生干旱 1964年赫洛晓夫下台的时候 风暴和生态学上的不良土壤的开垦 损害了一些新农场的数百万英亩的土地 与此同时赫洛晓夫为了要在肉类和日用品方面超过美国 坚持要求诸如乌克兰等老的农业区拿出更多的土地来生产玉米 玉米是一种很好的牲畜的饲料 随着储女帝转为供应麦子 赫洛晓夫认为一些老的农场地区可以转为生产玉米 这一调整再加上其他的一些诸如1958年废除拖拉基站等变化 导致了一定的混乱错误及其他新的问题 在这些问题达到最严重的程度 降与量很少的1963年 各种问题混合的结果促使粮食产量降到了1957年以来的最低点 为了努力改善经济和人民生活 赫洛晓夫常常干预和重组苏联经济管理部门 1957年设立区域经济委员会之后 他逐步限制他们的许多权利 并把经济管理部门重新集中 直至最后于1963年设立了苏联最高经济委员会 但他却并未对斯大林所确立的指令性经济的基本方针进行改变 赫洛晓夫在从事政治斗争的过程当中 常常批评官僚主义世界 宣扬要更加信任人民大众 但是指令性的经济本身就是党不相信群众的一个活生生的反应 党宁愿更多的关心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 而不是任何家庭的利益 包括国家的利益 因此赫洛晓夫固执地认为 只有党和政府部门才有权决定生产什么 生产多少 以及产品的价格是多少 唯一的例外是在那些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 被允许保留的较小的自留地上 只要党和政府保留着这一权利 主要问题和不足就必然会持续下去 这一事实加上沉重的国防费用 以及未能适当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再加上过分关注自上而下的经济计划的完成 持续地导致了所有的权利的滥用的现象 其中一些典型的表现就是 日用消费品的质量低劣 想要愚弄上级部门的企图 国家企业的失道现象 黑市问题以及腐败问题等等 即便赫鲁晓夫对人类经济的本质采取了更加现实主义的观点 即便他认识到了指令性的经济的基本缺陷 他也会发现自己很难在改善这些问题上有什么作为 因为党的政治权力问题与经济控制问题杂乱的纠缠在了一起 正如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后来所说的那样 任何对于基础经济结构的干预都会引起危险 无论是对党还是对政府而言 在苏联生活的其他领域里 赫鲁晓夫废弃斯大林的恐怖主义 宣扬社会主义法治与继续限制和承办那些 想要超越所允许的界限的人的自由并行不悲 1956年有人写信给中央委员会 要求彻底调查斯大林的罪行 可是很快此人就被强制的关在了精神病医院 次年一个莫斯科历史学家及其他人被捕 并且因为散发传单号召罢工 倡导改革和批评赫鲁晓夫而被判有罪 1958年赫鲁晓夫成功发动了一次新的反对宗教的战役 并且关闭了许多净神的地方 从1958年到1960年 作家鲍利斯帕斯吉尔纳克受到了媒体和官方的严厉批判 因为他居然允许他的小说 《日瓦哥医生》在1957年在国外出版 1958年在国外宣布 帕斯吉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 苏联当局成功的迫使他拒绝了这一奖项 1960年作家去世之后 作家晚年的爱人阿尔加伊温斯卡亚被捕并受到审讯 后来被发配到了西伯利亚的集中营管押 罪名是他把日瓦哥医生的手稿非法的交给了西方的出版社 工人阶级的愤怒同样受到了严厉的对待 1962年在政府提高了肉类奶油福特加酒的价格以后 罢工和示威游行在数十个城市里爆发 为了在顿河地区的新切尔卡斯克城恢复秩序 克克勃的部队竟然向参与暴乱者开火 杀死了20多人 受伤者更是多于此数 下一个问题 民族政策改革与镇压 和文化政策一样 赫鲁晓夫的民族政策反映了改革和镇压的两面 他在第二十大上对斯大林的批判援引材料证明了 斯大林违反了列宁的民族政策 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极其荒谬地放逐了整个民族 赫鲁晓夫对代表们说道 乌克兰人之所以能避免这种命运 仅仅是因为他们人数太多 所以没有地方可以安置那么多的人而已 在此两年之前 赫鲁晓夫曾经要获得乌克兰的支持 因而想把克里米亚置于 乌克兰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的管辖之下 由于当时所有的加盟共和国都处于党的严密控制之下 这一从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管辖之下转移权限的做法并没有显得多么重要 但是后来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 这个问题成了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争论的焦点 1950年代的中期 一些被流放的人从老改营和流放地被释放 这些人大多数是少数民族 其中包括车臣人 印古石人 卡尔梅克人 他们的权力被恢复 还被允许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 他们的回归引发了一些摩擦 主要是和那些他们在迁移之后 移居他们先前土地的人 例如1957年 车臣印古石自治区共和国恢复之后 在以后的几年里 紧张的局势 有时发展成了流血事件 并导致了大批俄罗斯人 和其他的原住民族被流放之后的 定居此处的人的流亡 福尔加德国人和克里米亚的达达人 虽然被从集中营和定居点释放 但却不允许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 他们当中的许多人 如今在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安了新家 直到1964年和1967年 政府才通过官方宣布 免除了原先强加给苏联德国人和达达人 在战争期间与敌人合作的所有集体的罪名 赫鲁晓夫的另外的一项影响民族问题的政策 与他那些涉及削弱极权化工业部委 以及设立区域经济委员会的举措有关 加重地方经济委员会责任加强了各个加盟共和国及其他民族共和国的权利 这对一些非俄罗斯人的精英而言不仅意味着他们义务的加重 也意味着他们对地方政治保护具有更大的控制权 但可以预言的是 非俄罗斯人的野心很快便会膨胀到赫鲁晓夫认为可以接受的范围以外 因此他责骂他们是民族狭隘的眼光 1958年他发起教育改革以后 一场有关在加盟共和国学校里究竟采用何种语言进行教学的冲突随即展开 非俄罗斯人担心改革会促进俄语的推行而不利于本民族语言的采用 在赫鲁晓夫和地方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导致他们的某些人被免职 从1959年到1961年在加盟共和国的层面上 本地党的第一书记人数减少了一半以上 政府采取的另一个反对民族主义狭隘眼光的步骤 包括了镇压新的产生的民族主义团体 和缩减最近以来授予加盟共和国的扩大其经济权利两个方面 经济重新集中化到1963年达到了高潮 那年设立了苏联最高经济委员会 虽然决定这一举措的主要动因出于经济上的考虑 但同时也是为了克服地方保护主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